此次龙岗区发放购车补贴共计3000万元 凡在龙岗的三四店购买新车 价格10万至30万元 可领取5000元每台 价格30万元以上可领取1万元每台 除了购车补贴 龙岗区还将发放2000万元消费券 券值最高达1000元 福田区也正开展汽车消费补贴活动 4月至6月期间 消费者购买新车 给予最高可以想到1.5万元的补贴 此次福田区共发放1亿元的消费券和消费补贴 除了5000万元汽车消费补贴 还有5000万元的消费券 为了更好吸引消费者 企业也积极出台促销措施 某珠宝企业在深圳地区 安排了为期一个月的购物福利活动 深圳的150家门店福利金额达150万元 怎么可以使得消费非常短期内快速的付出呢 消费券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 增加人们消费的意愿 政策就是针对特殊的商品 提供了一个针对性的消费券 其实是有一个精准的投放的效果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